大家好,我是Mr G 以前我未曾浸过温泉 难得来到北投,当然就去试一下吧 这间酒店我没有特地去找 只是见他近接运站,于是便卖了他 去到酒店,第一个体验就是觉得他的电梯很小 小到好像站三个人,已经会失敲电梯似的 好在入到酒店房都见到房子多大 只是灯光比较暗了 他的房子是有復古的风格 看看他的楼巷床就知道了 但是看清楚就会发现他不止走復古风 连他的傢俬和装修都有很多岁月的层绩 入到浴室看一看就更加有这种感觉 他的花朵和水龙头全部都生瘦 不知道这件事和温泉相有没有关系呢? 温泉里面有硫黄,硫黄本身就有负殖性 但是他的问题就不止是这样 而是他的花朵和水很不稳定 时冷时宜 洗澡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 然后就是个人的感觉 浸温泉的时候 他温泉水那种臭鸡蛋味真的很厉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浸温泉 所以我这次的体验就真的一般了 这一间房我们就入到1500元 他职员的服务其实就不错 但是他房里面的设施 我们就觉得真的差点了 这样算下去就好像不太划算了 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呢?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留言,赞,分享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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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